Wiii Hello大家好 是,博士 歡迎收看一名三人 對 歡迎智姐 不是,智姐在後面是AI 看看智姐今天有什麼重大的啟示給我們 因為過去一個星期真的一如你所尿 我們的港股就回落下來 少許而已 回落到大約一千點 見到差不多了 一萬七千 差不多了 落過去一萬七千 一萬八千八 差不多了 高位低位 九百多的高位低位 然後街上人們就說 哎呀 玩完了 事聲完了 走啦 走鬼啦 看看智姐今個星期有什麼啟示 接下來的操作怎樣 你幹什麼 沒有博士去inspire我 很難為啟示你們 是要他inspire我才靈機一觸感 雖然你的智姐都不是一生出來就是 是的 是博士令到你變了智姐 根據聖經所說 東方有三個智姐 就找耶穌出生的人 那樣呢 他也是靠那顆星 inspire他才過去 即是那顆星 是的 所以博士其實是所有 全球智姐的那顆星 哦 他就招擾著我們 是的 沒有博士的帶領我們這些 簡直不堪一提 沒錯 我們的節目都不會那麼受歡迎 是的 我們兩個有什麼好看 那所以就 啊 智姐突然這麼厭俱 哈哈 他現在擺明是大型頭盔 博士 因為不是厭俱 你今天不要再邀請他那麼多 其實港股呢 大家就不要這麼情緒化 怎樣呢 一升就大牛市 嗯 高一跌一千點就紅市 這樣就不要這麼情緒化 冷靜一點 不過博士 如果看回上個星期 其實有一個大家很多人討論的 不是說什麼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怕死執書就衝進去 什麼都買上去的 區內又買上去 美股又破頂 跟著商品全線數高 而且我們港股都還很漂亮的 今個星期踏入 開始有一點點轉移 就是看到一些商品 在一些高位 歷史高位回回來 正常 兩天都回到幾多 然後你見 今天區內 就日經 韓國那些做回一些上去 因為是NVIDIA 因為是昨晚的半導體 現在就 看看我們港股就開始沒力了 會不會一個明顯的轉移 又由今個星期開始再出現過呢 不奇怪 一直都覺得 一萬九半左右 就是兩萬前應該會頂一頂 現在大致上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兩萬不是太容易一下過得到 不過如果你一萬兩萬前 就是一萬九幾那裡回一回 回一回頭夠氣 然後年中左右就真的上到兩萬 兩萬兩萬一都可以的 兩萬兩萬一 現在每個人都在看一萬八千五而已 看一看那些位 頂不頂到 頂不到就真的 那條街又會再大眼 啊 控你啦 控你啦 走啦 這樣的 我也是這樣 我跟上星期看法一樣 我覺得會頂一頂上去 上多一次就應該收工 你上多一次都未到兩萬點 不奇怪的 現在幾多隻 一萬九了 無緣無故搭一千點上去 不難的 OK 二的 什麼時候再上一次 上到哪裏 又來了 又來了 我希望在五月尾六月頭 不要希望 不要希望 不是希望 是你怎樣看 你說我覺得 你說 我預測 本人認為比預測厲害 好 本人認為在六月頭 就上多一次 挨近二萬 接著就直插 直插到 到多少 直插回到一萬七千左右 一萬七千左右 一萬七千左右 一萬七千是怎樣來的 為什麼 什麼 很理想 你這個問題 好像我問大師那樣 不是很理想 那你用什麼 去量多 用技術走勢 沒有啊 都是一個位置 一個上落位 那現在 叫做一萬九破 就上去了 那那個位置 移動高一格 一萬七千左右 一萬七千左右 那樣 五十天線 我不看這些線 又不是 所以就移動一下 一格上去 上次兩個頂部 像嗎 上次兩個頂部 都是一萬七千一 一萬七千二的位 我沒有看這些 這些 對嗎 撐多一點 這樣 這些圖的看法 就是一般的KOL 這樣說的 那就是這樣 他智者有智者 所以我就問他 你純粹就這樣說 我直覺覺得 那就不用再解釋下去了 總之我覺得 那又這樣好 這個節目不用做那麼久 哈哈 我們可以下班了 哈哈 哈哈 最近你看到 首先 我每個禮拜 都說 又報一下那些行程 有些客人 究竟在做什麼 那當然 現在回到九八點左右 那些人就 其實定在這裡看 當然是薄反彈 都未曾明顯 但是之前 不是曾經不停說 一些 Long Fund 建倉那些 那些 其實簡直是縮了 走了 很多的報料 就說 其實不是 如果他們內部 他們的大海 有些追蹤資金流 可以追蹤到一些海外的被動基金 或者海外的主動基金 那海外的主動基金 其實減倉 減了兩三年 現在其實持有中港股票 都是只有5% 其實只是沒有那麼 underweight 完全沒有什麼加倉 所以 我們不要打算大戶來 給我們一個機會 做一個大行程 不要看大行 寫那些報告 說大戶 我不是看報告 我是直接WhatsApp 問那些人 他們內部的資料 其實你都不需要問這些 那個市場 在萬五樓下 那一刻其實是 有些槓桿因素 就是槓桿造淡出來的結果 那些槓桿 你一縮回來 其實根本 就是normal 那個位 就不是萬五樓下的 可能都是萬七八這樣頂籠的 那你現在稍稍有少少 估值收復 你說有一點點的資金流入 那不是沒有的 是有的 那推翻兩三千點 其實都不是解釋不到現象 是啦 不用問大行 不用問大行 問我 那你那些 問辭者 如果是long fund 怎樣 long fund 怎麼會買得這麼激 買三千點上去 那不會 夾得這麼快 一定是有人平淡倉的 這些long fund 就很簡單 就是你看 它是很多long fund 都是top down的 那你香港的經濟 有什麼好呢 有什麼top給別人 即他可能會買 香港的經濟就是由top去到down 是啦 那你 那你怎麼買呢 叫他 那你說他underweight 那他要加一些倉 很正常的 就是區內調配 不會三個星期升三千點 那你說炒那些 大行人不會跟你說 大行人都不會知道 那些研究部 為什麼呢 你是那些hatch fund做的 你真的三個星期炒三千點 我家真的是hatch fund搞的 他不會買現貨的 他一定option做 他一定OTC 那些OTC 那些OTC又誰知道 是不是 現在個個都知道OTC 那些OTC 那些OTC又不是OTC 所以根本就只有說字 沒有辦法 你想拿一些比較貼近的資訊 其實是沒有方法的 那些人在討論這些東西 其實沒有辦法 證實到 顧子君 你要洗了傳媒的味 不行 在我的血液裡面 抽了血出來 死了 換一些新血進去 傳媒一定是這樣的 你看大行動向 大行手影 他把一些智者的光芒給我 過一些氣給我 紫君變成了智者也挺有趣 不用了 多謝 智者君 受不起這些那麼厲害 大佬 每個女兒都問我為什麼 那個位置為什麼 我寧願負責問 我們三個人 說了一些智者的智慧 然後又沒有什麼解釋 節目名字也要改 三位智者 三名智人 智人 智人 博士說你不是智者 是智人 不是啊 他不是傻人 我說傻人 傻人是智人 又是智男 或者 你喜歡 拿智男 你喜歡 所以就不要看那麼多這些 用自己的腦筋去判斷 誰會判斷呢 掃上去就跟著掃 這些都沒那麼興趣 這些都是判斷 真的 這些不是叫智者 這些是勇者 都可以 有智有謀 有智有謀 有勇才可以 那我做勇者 OK 自勇相傳 勇者有人在做 馮智正在做 他的名字 不要提這個人 他的名字就叫智者 他是馮智正 是 但他實際上做勇者 那他也是 我也是佩服他的 他是燈來的 不過他的7500都鬆了一些 我都希望他是未沽的 OK 如果不是真的好燈 都還是虧了2000幾點 算了 虧了一點 他大把錢 不用怕 好吧 那我們回到17000點 再提示他 他有時都不太看得到 那些點數 怎麼會這樣 17000點 18000點 18000點 他不看的 他跟我一樣 是差不多 他不看博士 但他會出手做事 他以為做好 你猜不到 你跟他說 我們17000點 那分別是他有空出手做事 我沒有空出手做事 你嘴巴要說話 你跟他說 不是 我看不到 那時候 你跟馮志正說 17000點 你見家鄉 17500 他會跟你說 其實是19000點 就猜了 他經常都是這樣 他已經摸一塊 原來不是畫面的全部 旁同學 如果你在這裡聽到 你呼籲的話 麻煩出來報一報倉 不然大家看星期五日正讀班 曲線推 第二個節目出來 最近有些人跟我說 小心點 人仔很弱 人仔真的要小心 725 725 對上兩個頂 我今早看看 一個727 一個728 如果他比較靠近那些位 一再穿頂 穿733 那就比較出事 不知道到時候 會不會有多人說 我們這邊有走資 他又未必會出事 我想他這次都是默默地貶的 你覺得他認可 我覺得他想貶 為什麼 貶值是最好的 有什麼好處 知者 好處就是人民幣便便宜了 出口便便宜了 出口便便宜了 這樣也是那隻 但資金內流 你貶不貶到外流 這樣嗎 不行 那你穩住信心 例如人民幣升到六 流率更快 我又覺得不 他貶到差不多 他又在香港發央票 你會發現其實都挺 consistent 通常人民幣一開始轉弱 然後他去香港發幾百億央票 然後就控制一下流動性 很正常 讓他站穩 所以他又想他弱弱 但又不想他弱弱 那種矛盾的心態 他是想貶 但他不能貶得那麼快 他是搞這樣搞那樣 不要貶得那麼快 其實他很明顯 你現在掉到725 726 我們不說哪有人說 真的沒什麼人說 以往落到這些位置 哇 央行、外交部 都走出來出來 哄哄哄哄哄哄哄 現在都沒有 是的 博士 因為前一兩天 跟你Whatsapp 在分享一個文章 要留意中國的資金外流 因為四月份 原來中國的銀行 幫客戶 售匯367億美金 反映了客戶不想拿人民幣 全部放在外匯那裡 然後你看到出口箱 暫緩兌換人仔 全部拿著美金 令到大家的頭條 全部都說 中國的Fx Outflow 是2016年以來最誇張的 你覺得有沒有誇大到外流的問題 純粹看那個Fx 今次的那條數 你又不知道他是誰轉的 如果有一些外圍的 拿著人仔那些轉的 那 譬如俄羅斯 他想拿回一些美金 那他可能都會做同樣的動作 哦 就是照計 如果內部 有這樣的大手 轉美金 就一定會被人問的 不會轉的 哦 諸多刁難 阻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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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 一定有些窗口指導的新聞出來 如果你可以大手做的 應該是不簡單的 有些勢力 是的 那有些勢力做的 那如果 譬如 好像外部勢力這樣 俄羅斯說想拿回一些美金 我現在要打烏克蘭了 我要買軍火 要拿回一些美金去買東西 這樣說 那他可能是有需要做的 這個不知道 或者有一些到期的債務 他想掩蓋一掩蓋 也都不定 那他現在外債都不是全部不還 那些間歇性他都有些會還 所以通常一九九這樣的 間不中到期要的大的資金 他要做 一做的話 那你變成了人仔便會有些動作 都不奇怪 但是現在都不是動得多 都是七一幾七幾 都是很少動作 你當他是一些無聊的動作 市場上的現象 他說我們無聊 我們講那麼久都無聊 人仔要再跌方 又7.3了 引發港股又外流 這些路路聽說 你無聊動作 其實你說 蘇花港股都是很無聊的 譬如說行指 那樣 萬七、萬八、萬八、萬九 這些真是很無聊的 對於香港很多人來說 我也不知道 即是東方的一顆星 真是博士 東方的一顆星 你真是見得大事件多 但香港人 看到動作這三千點 簡直是看到儲光 覺得走出隧道的進頭 這個星期由牛市轉紅市 我猜香港人 即是 即是如果拿著港股 拿著這麼久的 那些都撇了帳 即是如果拿著港股 那些其實 現在都 你不撇都等於撇了 根本是遠遠未到你買那個位的 嗯 你買那個位可能 兩萬六啊 兩萬八那些位 那些有牌都去不到 那些認定蟹貨而已 也不是叫撇了的 如果你不是拿得久的 即是沒有拿 那你沒有拿的 一定不是拿港股 拿其他東西的 那你變成 你講了四五個字 對他來說都沒有意思 他都不關我的事 有個希望 你三萬點買的 那你現在跟他說 現在就是兩萬了 差一萬了 那都好過 你跟他說現在差萬五點 都是買的 都是買的 阿博士 你要明白 其實沒事的 如果你對著這些市場 根本就是 你明知他的框都是 都是萬五兩萬 大致上是這個框走的 那你走到框頂 就沽回來了 其實那個操作就不是太難的 嗯 你敢不敢 問題是你又沒有興趣去操作這個市場 那就是另一件事 嗯 即是這個市場又不是走得很快的 那一刻需要教 嗯 即是譬如你美股都說 你你頭尾一個 在說十幾二十個的波幅 他較短時間內可以去得到 但是你港股不是 港股最厲害就是慢慢跌 嗯 是慢慢跌 然後急升 慢慢跌 那突然急升 即是你變成你一個很慢跌的cycle 就一個急升的cycle 都好 你加起來那個時間相當長 嗯 變成你你同樣是 譬如做幾千點的波幅 譬如道指有幾萬點 你港股的萬零點 即是如果你做回大家對應的波幅 你道指會快很多 變成你港股是炒的 那如果你是炒就炒 炒相對是high frequent的 的階段會窄很多 即是你港股不是 不是頭尾三五千點的上落 你港股炒三五百點上落 那你炒三五百點 那你炒三五百點 那你億了羅上輩的公司 那些公司 你自己下不了多少 也都不是下下沒那麼準 浪費 那你想怎樣 你有沒有回應 他提起你 我想怎樣 我想我不要說港股 你不想說港股 那你早點說 那你早點說 我都不知多不想說這些 我明明說到人民幣 中國問題和資金外口 根本是你自己想說 你又回港股 你以為我們很想說 但人民幣也一樣 你說港股就是人民幣 港股的走勢差不多 那又不一樣 我急升那一刻 差不多 陳文幣曾幾何時 都拿來量度港股一起 現在是否關係脫離了 港股其實和任何東西都沒有關係 和什麼關係 港股以前的港股 前陣子越來越強 這陣子越來越多 港股越來越多 那你美金就做回104 趁港股強快做美金的定期 定期嗎 不是啦 美金也差不多105 哦是嗎 我剛才下午104 港股就應該 我現在兩三天前看 港股應該是7.79 779 778 好像是 看看有沒有 趁港股做美金定期 嗯 首選 王子現在是8080 8080 8080 我下跌了 咦 有點問 有點問 不過你的美金就抽上去 不可以的 那你7.8做到 唱美金定期 也有好處 不是有好處 你現在的港幣 就是告訴你 現在的恆指 港幣差不多都是這些 無聊位 雞肋位 買上又不是 買下又不是 兩邊都不是 你又說它很貴又不是 又說它很便宜又不是 這些市場 如果炒家 廣東信就不做事 沒有事都做 兩邊都不多 嗯 所以之前前幾天 不是說 哇很多人 很多外資又回來港股 因為港幣就升了 這樣 其實很少 其實外資 現在 你怎樣定奪它是外資 我想問一下你們 其實 我不是在另一個節目說過 你所謂外資的那些貴佬行 貴佬行來這裡 找回你的客人 其實都是你的錢 是啊 可能中資行 中資行做就是外資 那這些 不是現在的中資行 都是假扮外資的 說自己是那些什麼 國際級的什麼什麼 假扮 很多的一組都有的 這些很難分的 是嗎 這個盤都是來幫內地客做 都是外資 那些外資都是中資 你那些大行 全部來請大陸人 寫完這些中文報告 簡體報告 那些不是外資 博社 又不可以這樣說 他拿了招牌來 請你的人 拿你的錢去買你的東西 那些外資是什麼 我覺得 又不可以這樣說 他不可以說 裡面很多中國人 就不是叫外資 不是怎樣分外資 他請那麼多大陸人 在這裡 連銷售市都是大陸人 那肯定是銷售回大陸客 那你銷售回大陸客 那你大陸客給的錢 那些不是叫你自己的錢嗎 那些叫外資 那些叫外資 其實沒有分 總之 香港是百川匯集的地方 你外也好 內也好 都是知道就可以了 那些錢 那些錢 你不可以這樣說 你不可以這樣說 實際上 其實你猜香港有多少外資 你看香港的旅客的比例 你是可以猜到的 哦 七八成都是大陸人 應該七八成的錢 都是北水 嗯 差不多比例 再看看街上的店 老闆來自中國 是外國 是港資 很難看的 外國餐廳 有一樣東西是最容易看到的 是嗎 他的招牌是否用簡體字 哦 都多了 有了 開始多了 所以現在做招牌簡單很多 不過如果你有說到 為何有時候 那些人還在那裡很執著 說外資是否來 因為以往人家覺得外面那些外國人 戴的眼鏡是不同的 就是他們看美 古、港、日古、什麼 他們有一個比較成熟 和理據支持的一個統治的看法 那又不一定 所以大家為何這麼追捧西方的資金 崇洋而已 你要知道 追捧西方的資金的主要原因 就是西方印銀紙是不用本的 啊 都對 你現在共產黨 我給你亂印了 你都不敢印 不知道他有沒有有 你看看他的行動 他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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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跟你做完節目 我問你 因為我經常聽到 自從中央不是出招的 又說內房那些政策 然後有很多主持 或者QL就說 中國QE 中國放水 中國印銀紙 就是QE 我去找博士 之前教我 要看就看M0 其實是努力的 人行有資產負債表 也是努力的 所以他不叫QE 對 其實他那幾招 也不是美式QE的做法 為何這麼興奮 中國是不會說自己QE的 印銀紙也不會說自己QE 不是他錯誤解了 他又沒有買債 他又沒有狂印銀紙 要怎樣QE 不是他誤解了 我們要告訴他 這種是誤解 不是誤解 是假新聞 應該用23條拉的 照理由 那又不用 不用 我們比較好 那M0 接下來他會搞的 真的會彈上去 會無緣無故彈上去 因為你搞來搞去 你都發覺不多跌 你那3000億人民幣 保障性住房貸款 被人摧殘到 什麼吹殘 罵到爆 沒有 很罵 我覺得真是無謂罵 但我覺得 那3000億人民幣 你買現在的複存 大概保守估計彭博 就說5億平米 那即是你就算用完 什麼叫5億平米 即是多少間 他能計出的5億平米的住宅房 是複存 即是他應該潛在要買5億平米 那你那幾千億 即是買到1% 不夠2% 我當然是幫中共政府說 我當然不會計算了 要那麼多 我就拿那麼多塊錢 那麼大塊錢出來 當然先拿一點出來 看看市場有什麼反應 什麼中央政府 他都沒有答應給你錢 他只是夾銀行去借出去 是 他自己沒有說拿出去 他自己沒有說拿出去 即是自己有 難道不認識不熟嗎 他只不過你能夠說 比較接近 就是他落場踢這場球 即是他主導這件事 但錢都不是出自他那裡 不是好像金儲局那樣 我說很多年了 即是怎樣都好 共產黨是不會拿一毫子出來的 現在都是的 你怎麼這麼興奮 你怎麼看 銀行其實都是一家人 銀行不是一家人嗎 真的 你不能這樣說 還有保險公司 你最多就把綠銀換回綠房 這樣換馬 頂籠是這樣 你說市炒市升就難一點 很簡單 出了幾招 我都只有一個conclusion 金融風險就等於樓價風險 中國 即是等號 equivalent 好還是不好 就是你自己決定 金融風險就等於市風險 其實沒所謂 你三千元 其實對比整個凸了出來 樓市要蓋的數 我計算是幾個百分比 幾個百分比 不止 即是你現在二十個瓶 只有一個蓋 不止 或者一百個瓶 有五個蓋 那五個蓋就任你蓋 怎樣蓋都是蓋五個 你現在是說蓋不出那些 他不是說爛尾那些 就算爛尾那些 就不是二十個瓶 二百個瓶 所以唯有就是M0要爆上去 如果不是你哪有 可以做 你M0怎麼下跌呢 就是因為我上個禮拜都說過 你M0爆上去都不行的 你知道M0要爆到多少 才能蓋到那條數 你計算一下 我又給你讀數機 計算數機不夠位計算的 六七十萬億左右 是 M0因為太多人在銀行拿錢出來還債 還有有些說拍了去理財產品 接著他就窗口指到那些銀行 將那些定存各樣理財產品的利率 按到你不想做的位置 逼回那些錢出來 逼不到啊 現在就是這樣做 因為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 我借了跨卡數什麼都好 可以一次過還好 然後慢慢躺平 太多人這樣想 他用什麼這樣做 我們就給他了 可換樓債券 所有理財產品都可換樓就可以了 當然好啊 所以現在全中國 中國是一個大房協 很多公屋 很開心 其實你買什麼 你走到銀行買什麼都無所謂的 可換樓定存 可換樓債券 可換樓股票 其實你放什麼下去都好 都拿回樓出去 存得越多 戶得越大 而且他都認了 現在中國認命 接下來做多些票據融資 短期票據融資 你要支持新增貸款 不如你也不借的了 你也不借他也不借他也不借 不如你銀行自己票據 票據票來票去票白他 這樣 他平平平平平平 做這樣做一陣 其實我猜短期 應該是有一堆是到期的東西 那條數要填 我猜應該是這樣 我現在沒有Bloomberg 沒有起手 查不到 你去查一下 他的schedule 跟著有哪些東西到期 其實我猜應該有一堆到期 不要緊 內房那些東西 不說就不知道 好 先休息一下 好 免責聲明 RECA Finance 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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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而令各下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該不負責 同時 RECA Finance所提供之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 招攬 邀請 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身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無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C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A Finance立場 分別